上個月德國政府 透過他們的聯邦刑事警察局 經營的錢包出售了比特幣 而且不是只有賣一次 賣兩次 這一陣子這幾個禮拜以來都在賣 每一次賣幾億美金 幾億美金賣保守 估計最近已經賣了 數十億美元價值的比特幣了 第一個 德國為什麼要賣 第二個 如果一直賣下去 會對於整個的比特幣行情 造成大幅的震盪嗎 記載 我們請您上台來 德國為什麼要賣 因為缺錢 大家都缺錢 所以德國要賣 換現金 真的嗎 真的 不然比特幣一顆七萬不賣 要等到一顆兩百萬才要賣 反正現在先缺錢的先換掉 那它一直賣下去 其他的國家你說缺錢的都要賣 對於比特幣的影響呢 當然會有往下的賣壓 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比特幣的走勢 那當然你只要會一點記錄分析 就看到這麼大一個頭部成形 也過微往下了 那大概下看三萬點 不過呢 應該也沒那麼快到 先嚇完大家做拉回來 現在是七萬到五萬的 看三萬 你看五萬六在中間 上面七萬三 給你扣個一萬八嘛 其實看到三其實不困難 但是我覺得不會那麼快 這可能也需要一點時間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德國政府傳出來 他們一月份的時候 去沒收了近五萬的比特幣 五萬顆 那一月到現在 其實就從 這個我們特別抓時間 一月十一號那時候 美國的SEC 讓比特幣現貨ETF過關之後 到四萬之後掉到三萬 又衝到七萬多 其實這一段翻倍了 他們已經算很能忍了 大家你覺得如果 從四萬多 你不賣掉到三萬 你會不會覺得 糟糕 我沒賣好可惜 但談起來 你可能都在這邊就賣光了 這些感覺都跟你沒關 那德國厲害 就忍到現在才賣 那賣在什麼時候呢 據傳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啊 是有辦法去查出真平實據的 大家會覺得 不都說什麼加密貨幣啊 可以洗錢幹嘛的 其實呢 加密貨幣你在 這個他們叫區塊鏈上 你每一個動作呢 只要知道這個戶頭是你的 你做什麼事我全部都知道 所以呢 他們就知道德國政府底下控制的一個帳戶呢 在交易所裡面 從六月開始大量的賣掉比特幣 目前大概賣了六千七百枚 那價值已經確定知道的 是三點五億美元 但是搞不好別的地方有賣更多 他你沒有去查到你也不知道 所以至少有這些 那呢 可是你看哦 他賣了六千七 可是還有五萬-六千七 至少還有四萬顆嘛 所以其實不一定是翻空了 他可以是一個高檔的 獲利了解賣壓 那只是大家覺得獲利了解賣壓 應該不會跌那麼多 可是他是比特幣啊 他是個加密貨幣 他波動版就稍微大一點 甚至是你看哦 如果你從六月七號的七萬二左右 掉到七月五號的五萬三 你覺得幅度很大 不過就二十幾% 如果是以前比特幣兩天就到了 他還花了一個月 其實他很保守 對 所以這個還好 你如果事後他跌下去了 你就會知道 原來只是在回撤這個大頭部頂線 那如果他破下去的話 等距嗎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我們就純紀錄分析說嘛 畢竟已經破位了 彈起來等距下來 這合理的 那但我不告訴你 不是跟你說一定會到 如果有這個形態合理 但是你把它清掉 是不是也做了一個小小的底部 想要去對抗這個趨勢 所以現在很重要 所以現在很重要 那我覺得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如果高點跟低點 剛好都是美國率 美國的就位數據公佈 所以如果這個低點守住 其實不一定很弱 他有可能在這邊慢慢阻底 慢慢往上攻 那是不是翻到多頭了 我覺得他也是回到這個區間整理 現在觀察 所以我們先了解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時間軸 就是什麼事件發動 第二件事情是德國政府目前的做法 確實賣壓 如果繼續出來 你想喔 我想我在7萬賣了賺錢 6萬多 然後5萬多 哎呀賣有點賣過頭了 彈起來下 又到6萬我再到貨 那難免壓力就會下來 接下來影響他的事件 可能會有哪些好最簡單的 大家覺得美國的總統 開始要影響市場了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大家很難想像 川普 其實川普跟拜登 兩個年紀都稍大 但是呢 比較起來 我們不能講 我們要尊重長者 雖然稍大而已 對那其實他們呢 在川普這邊 他可以接受這個加密貨幣的政治 現金捐款等等 他在這方面是比較開放的 我們來會整理給大家看 那所以近期 在美國總統的民調上面 川普的民調越來越高的時候 大家覺得 川普如果選得上 是不是加密貨幣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那這個其實是有機會支持加密貨幣的 那我們從這邊抓一個時 就是6月底 你可以發現 原本其實他們的這個民調比較同向 就是紅色的是川普的民調 藍色的是拜登的民調 他們其實原本都是蠻同向的 可是自從辯論完之後 大家發現 糟糕 你拜登好像真的不行了 拜登是往下 川普是往上 所以最近才真的有說要來換燈 換拜啊 就是真的要換人了 那所以就最近那個拜登還出來講說 只有神可以把我換掉 所以呢 我們不曉得他到最後玩人怎麼樣 但是我說如果這個狀況沒有變的話 真的川普領先的幅度 目前正在加大喔 那如果川普真的當選了 那接下來對全球都是影響 不光只是加密貨幣 那加密貨幣的波動會比較大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下一張的字卡 好那在這邊可以看到 那大家覺得川普勝選 能夠支撐比特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為了吸引年輕選票 因為其實年輕人比較 通常比較支持民主黨 因為他們比較有說自由 比較希望政府的能夠幫助我們年輕人 能夠補貼等等的 民主黨是拜登喔 對 那所以呢 川普會講說不行啊 怎麼可以都是這些 比較年紀稍大的人支持我 所以我要吸引年輕選票 所以呢他最近都一直講一些有關於 有利加密貨幣發展 他上次還講一句 就一聽就知道你這個沒嘗試 但是呢 他大家覺得喔 真的喔 他說希望剩下的所有比特幣 都在美國這邊開採出來 那不可能嘛 但是他講出來大家就喔 好像你很支持他喔 那所以呢 他也接受加密貨幣的捐款 那所以他們覺得 如果他真的上台 那上台之後會要換哪一個面孔 不知道 但是大家覺得上台之後 會有制定友善 而且清晰的監管規定 那這個很重要 友善也重要 清晰也重要 為什麼你不友善 你不用混了嘛 對 那清晰也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像是必然被美國政府罰錢 就是一下ICC說你有問題 一下CFTC說你有問題 一下誰說你有問題 所以呢 如果你監管 我們一直有說明 就是監管越嚴格 越清楚越好 就是把道路鋪好 你該怎麼做怎麼做 市場越健康 對沒錯 所以就有利於行業發展 那同時 因為大家覺得你這個川普上去 他已經講他減稅了 對 那所以你美國的財政次次就會變大 對 你美國的債務越高 你美國債務越高 我越覺得你會什麼 倒 會倒 美元越不值錢 那這個時候呢 美元不值錢 我當然是什麼 信仰比特幣啊 對不對 所以比特幣的信仰可望增加 所以他真的呼聲越來越高的話 是有機會支持比特幣的價格往上 是沒錯 好那可大家覺得 雖然講成這樣 比特幣最愛在跌啊 那到底是以前那種狂暴牛市 就不用講特別 講二三月那一波衝上來 其實就很狂暴啦 為什麼最近不在 其實主要原因 我認為有三個 第一個 機構投資很緊張 就是比特幣的現貨ETF 他賣給了很多的散戶 然後還有賣很多的投資公司 我們在上上星期 一定要講過 就是有抓出來這些大的投資機構 他們去買比特幣的現貨ETF 已經買了幾十億幾百億啊 那所以這些資金進場之後 就出現一個現象 因為這些機構投資人 六日不會上班 所以以前比特幣 因為他24小時 跟六日也會交易 所以現在六日反而不太波動 所以呢這個時候 加上以前有很多的巨金 巨金在加密貨幣市場 是一個專有名詞 巨金就是手上貨幣很多 加密貨幣很多的 他可以出來到貨 那以前巨金一兩千顆 一兩萬顆比特幣已經很多了 隨便一個德國政府就五萬顆 那你怎麼跟他鬧 所以呢巨金的影響力不在 所以波動會比較少 那這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很多的過去 很多的新興市場 或者說什麼邊境市場 可能就是你錢一丟下去 馬上會爆衝 可是當大家都開始做的時候 你就算丟了錢 他也不一定會爆衝 就不刺激了 對 沒錯 好 那這時候還有這個 散戶投資的商品增加了 所以變成不一定同步湧入 就是很簡單 籌碼亂 對 籌碼亂當然不容易漲 他也比較不容易跌 所以加密貨幣的這個狂暴 這樣暴衝的力道會縮小 那第三個呢 就是監管機制 還有產業生態改變了 那因為美國SECE CFTC 他們都要加緊監管 導致了大家覺得 我今天如果要投資 比特幣相關的商品 加密貨幣相關的商品 那如果我去 我去在這個現貨ETF投資 是不是SECE 真的有監管 會比較安全 那所以其他的家 這個非中心化 或者是沒監管的 其實他們就比較沒有人要做 所以產業生態改變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這很正常啊 我們在做股票 在做企股板 就是有中心化的交易所 就是有一個結算的 結算的單位 那為什麼以前沒有 以前很簡單 以前其實很多的 包括比特幣 包括很多的加密貨幣 他們都是我們線上交易 那你喊一個價 對 我我願意出那個價 我就跟你買 但你喊那個價 其實可能市價是100塊 你喊200塊 我覺得可以 我也跟你買 所以其實那個價格是會浮動 而且有時候會有一些 很大的價差 紅年出現 所以我們才說去中心化 對那個是去中心化 但是現在變成中心化的話 市場會比較穩定 因為大家價格看起來差不多 所以比較難有那種 有人消消很簡單 就是這個東西原本只值100塊 有人撒錢很多 就是叫人撒錢多 就後喊1萬 然後我剛才趕快去 1千塊也好 到處掃貨 然後倒給他 倒給他1萬之後 可能原本100塊的東西 就變成2000塊 對 所以市場就比較不穩定 所以這種狂暴的牛市 就慢慢的越少了 了解了 整個脈絡非常清楚 謝謝激戰請回 做石破老師請您上台來 明天的台股 難道真的就沒有最高 只有更高嗎 那些快判重點 對我們說過現在 現在裡面來講都不用預設 所謂的多空的一個立場 就是你看到了現象的發生 你再去做動作 所以短線上面 就按照日KD指標 去做一些的操作 不過OTC是交叉向下的 所以OTC一定要去做指紋 不要拉全職個股 又開始做什麼動作 就是業內主力又在出貨 那就比較小心 短線上面集中市場 就是按照日KD操作 交叉向下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短賣 那我覺得台肥股市裡面 非常重要的就是下個禮拜五 對 下個禮拜五台積電的法說之後 不管你的利多 不管的利空 你的股價就不能跌 如果跌的話 那對台北股市 可能就會有一定的殺傷力 那短線上面的台肥股市的 多空的軌道線就是月線 月線跌破的話 也代表中短線上面是轉落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在最近裡面不可以出現什麼 昨天差點失控 6000億的量 對 昨天裡面盤中 其實在10點鐘的時候 預估是7000 然後你從漲200多點到跌270點 我告訴你不嚇死人才奇怪 所以不可以出現巨量之後 不管你是紅K黑K巨量之後 你再破了巨量的低點 那是不是就代表出貨 紅K代表拉高出貨 黑K代表壓低出貨 所以都不可以說 收盤價跌破大量取得一個低點